说起周星驰,我们并不陌生吧,每次看他的电影时,都会被他那无厘头似的幽默逗乐过, 允许你已经看过了无数遍周星驰的电影,熟知电影中的每个细节, 但他的电影有些画面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欢乐,更有感动。 徐克曾说过,他的电影太悲伤了,有些细节长大了才发现是眼泪, 人们常说,艺术源于生活,我想在这一点上,星驰绝对是一位很好的代表, 他的每一部影视作品都几乎讲述的是小人物的心酸故事, 在他的电影里,我们很容易见到自己,同时在里面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, 是他让我们明白了,只要肯努力,闲鱼一定能翻身的道理,喜剧只往我印象, 最深的莫过于那句我养你的台词了,当眼天球鼓足勇气大声, 向柳飘飘喊出我养你的时候,柳飘飘毫无悬念地拒绝了他, 这是他能给最郑重的承诺,他知道,却无法接收, 好但柳飘飘最后还是带着爱与勇气回来了,上次你说要养我是不是真的, 我养你,就变成了一种真诚的告白形式,有时候最痛苦的莫过于在最没能力的时候, 遇上了想要保护一生的人,不是不够爱,只是觉得只有成功了才能有足够的能力爱一个人, 但事实上,等到他成功时,却已经很难像年少的时候具备爱的能力, 长江七号让我们明白了我们虽然穷,但是我们不去偷,不去抢, 不跟别人打架,要有志气,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的道理, 这是在长江七号里周星时,一边翻垃圾给儿子找玩具,一边这样叫儿子说的, 武壮人苏喜儿,让我知道了父爱的伟大,在影片中看到周星星被挑战手脚, 他爸爸被他去找人,每当我看到这一幕时就想哭, 当苏灿和他老爸一起吃肉丝饭的时候,我挺可感觉到老人的那种忍辱负重, 良苦用心,忍不住眼眶湿润了,是问谁不曾有过无助的时候呢? 而星爷将这种无助表达的淋漓尽致,大话西游那句,爱你一万年,我们都耳熟能详, 在至尊宝在尚未成为孙悟空之前,他还不懂得俗世的情语, 与许经大业熟清熟众,一个本来什么都不信的人,最后因为信仰失去了爱情, 但是如果至尊宝未曾遇到过子侠,即使潇洒一生又有何意义呢? 有些人的到来,只是为了陪你走一段,周星驰曾这样评价过他的电影, 我以为我拍了很多悲剧,可拍出来你们都觉得那是喜剧, 突然觉得这句话有些凄凉,小时候我看到的是喜剧, 长大后才发现是眼泪,每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, 有哈哈大笑时,也有忍不住落泪的时候,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可悲,可观众却觉得好可笑, 也许这是一种孤独感,前所未有的孤独, 等到后来我们增加了阅历,才明白其实他的每一部电影, 我会看到的那种孤独感,前所未有的孤独感,